三年前凶嫌王景玉在台北市内湖区 当街杀害三岁的女童小灯泡 震惊社会 一审二审被告王景玉都遭判无期徒刑 刚愿在上午进行了更一审的结辩 王景玉在庭上突然大笑 让小灯泡的母亲忍不住频频落泪 而辩论庭结束之后 母亲王婉玉就引用了达赖喇嘛曾说 原种愤怒是发自慈悲的愤怒 哽咽地表示 请求法院给予被告判处急刑的判决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只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而存案预计将在明年的1月21号宣判 我们的悲伤在此生其实是无法抹灭 我也无法忘记的 想起惨死的女儿 小灯泡母亲不禁哽咽 声泪俱下 三年前王景玉狠心持刀 当街砍杀三岁女童小灯泡 一审法官认为她罹患思觉失调症 判处无期徒刑 二审维持判决 但检察官不服提出上诉 高院更一审 24号双方进行辩论 凶贤王景玉双手双脚都被上铐 出庭座最后辩论 这次小灯泡母亲也到场 而法官陈述时多次询问 王景玉有没有意见 但她却突然发出笑声 让大家实在不了解 她到底在想什么 这让小灯泡的妈妈情何以堪 不断适泪 希望法官能对王景玉处以急刑 被告及其家属缺乏病逝感 且对于治疗的态度消极 因此再度的发生了高危险的风险 绝非被害家族所能够忍受的 所以我们请求法院给与举行的判决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辩论中检察官主张 王景玉犯案当天还先去买凶刀 意识相当清楚 而且只判无期徒刑 还是有假释可能 再加上鉴定报告认为 王景玉的再犯风险高 所以应该改判重刑 小灯泡妈妈也引述达赖喇妈妈的话 来做解读 达赖喇妈妈曾说 有一种愤怒是发自慈悲的愤怒 那种愤怒具有用途 本着慈悲为怀的心 抑或希望矫正社会的不公不义 却不刻意伤害他人 作为慈悲的愤怒 请各位和我一样愤怒 相亲女儿再也回不来 小灯泡妈妈好几度哽咽 说不下去 她只希望小灯泡 会是最后一个受害者 记得林茂林敏舟台北采访报导